哇,要不是不长万三万里啊 你怎么知道 礼白除了是失线之外 还有 尖线礼白 你怎么尖线礼白 当年的N年前的那个 出了TB还有个亚师 亚师派了一部电视就叫尖线礼白 一个礼白的尖速 呈现了 OK,为什么是尖线呢? 其实有原因啊,以后再说啊 所以呢 我从高中开始啊 都没有,除了李白没有认识 没有读过一个这样的人啊 叫高士 OK,就是适当的什么高士 对不对 看长安山三万里 哇,终于 哇,原来 李白曾经有个好朋友叫高士 他们两个乡下三岁 还有一个小谜弟 李白大这个小谜弟 杜甫十多年 所以在李白三四十岁的时候呢 哈 杜甫年轻的时候呢 他们就在长安相遇 他们三个都非常罗魄撩倒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三个结伴 OK,去游山玩水 OK,网友说了 他们成了什么?旅游达人啊 OK,而且这个李白呢 OK,他喜欢练仙丹嘛 对不对 练仙丹 他喜欢到家的东西嘛 所以 OK 终于明白雅士 为什么拍一部电视 叫建县李白呢 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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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到了后来呢 李白和高士呢 他的人生道路呢 啊 产生了重大的变化 OK,从安史周恩开始 对不对 啊 李隆基 不是TVB那个李隆基啊 OK 是小胖牛 杨贵妃的man 男人 OK 唐明皇 OK 唐玄宗李隆基 他逃命嘛 他到四川去嘛 对不对 他的儿子李恒 后来也北上去了 啊 啊 去自己称帝了 对不对 所以为了制衡他的这个儿子呢 啊 所以唐玄宗就 把四个非常发达的 啊 这地方吧 OK 封给了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叫 啊 勇王李玲 OK 非常发达 OK 然后李玲呢 OK 知道当时李白在卢州 OK 派人去邀请他出山 毕竟李白超级网红嘛 对不对 超级大红人嘛 OK 李白当时已经五十七了 五十七 按今天年年来说 可能都有七八十岁了 对不对 七八十岁了 非常老了 突然有个王爷 请我出山 兴奋啊 当时候李白的第二任妻子姓宗啊 宗教的宗啊 就劝他不用去 这个 他的他的第二任老婆 比较有那个政治敏感度啊 比较政治羞绝 知道不行 OK 人家他的哥哥 李亨当 唐苏宗的称帝 当皇帝 你还去帮他的弟弟 帮他这个小王爷 李白不听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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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去 后来 唐苏宗啊 李亨就派 对了 正是高士 OK 去征讨 去当了这个征讨啊 李玲的主帅 把李玲的打个大败 OK 然后呢 就把李白给抓了 李白被抓了 才发现 哦 原来这个主持人是 阿安的 MachiMachi 好朋友啊 就写了一首诗给他 但是这首诗 就好像我写了很多E-mail那样 真的 我写了很多E-mail 都是石沉大海的 你知道吗 没有回应的 李白写给高士 他的 他心目中的MachiMachi 也没有 应讯全无了啊 据说 那个高士还把 他之前跟李白通信的时候 通讯的所有信 全部烧掉 就好像曹操烧掉 他手下跟元少 思痛的那些 那些 那些心结量全烧掉了 确实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如果你换说是李白 你就这么想 诶 成几何时 我们呢 一同去旅游 当旅游大人的MachiMachi 啊 你对我不理不睬 啊 你看看 这就是两种 两种性格产生的两种命运了 高士 你知道吗 他的性格是非常实物的 非常务实的 对不对 他啊 也是 他也是世人啊 对不对 李白当然是更出名了 对不对 李白这个人天生浪漫 浪漫 任性 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 对不对 高士 他已经当了新皇帝 啊 对一个身边的一个得利的臣子了 对不对 所以你写信给我 我我 现在你是 叛军的一个人 叛军的手下 你说 或者是你是高士 你你会出手去 去帮李白吗 当然不会啊 不过有个人 他生 生缘 他生缘李白这个人就是 对 就是李白的小米的杜甫 他生缘了 啊 因为他在野嘛 他不当官嘛 对不对 最后到底谁救了李白呢 嗯 好嘞 所以就分享到这了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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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